兄弟们AA12G线弹枪正式和大家见面 看看这恐怖的射手 这打击感也太贵罪了吧 不是光光你跟我说这是线弹枪啊 首先开个外观啊 我个人觉得就是吃胖胖版的S2K 兄弟们觉得没毛病吧 不过到AA12加上扩容后 他的弹侠就变成弹骨啊 看起来火力就猛多了 有没有兄弟想到和平的另一把搭常用的武器 没错啊 汤姆逊在这一点上和他是一样的哈 使用的子弹和所有线弹枪一致啊 都是12口线线弹 设计模式是他最大的特点 我们都知道线弹枪后助力很大 特别是S2K如果连喷都直接飞到天上去了 但是AA12却采用了一种叫恒定后座的系统啊 所以他连射时的后助力将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连射打击感非常舒服不说 后助力还控制的这么不错 有点规则了啊 在配件方面 AA12与S2K差不多 可以加装瞄具枪口和弹侠 不过S2K可以加装压嘴 他不可以哈 默认弹侠容量为8发 加装扩容后来到20发 换弹时间不加弹侠打空弹侠换弹需要2.8秒啊 加上快过能打空弹侠换弹需要2.9秒 还多了0.1秒 不过前者只有8发 后者却有20发 我还是能接受的哈 这么强的20发全自动喷喷 他的伤害到底怎么样 会不会是万强中干 首先射出一发子弹啊 可以看到还有9个弹丸 其实单个弹丸命中身体伤害为13啊 对比S2K命中身体 别人可是有23的哈 命中手臂或者腿部伤害为9点 对比S2K的16点啊 也有点低啊 命中头部伤害为20 S12K命中头部有34 这么一看 虽然AA12喷起来确实非常爽 但实际上的单喷伤害是远不及S12K的 咱们再看看设计间隔哈 S12K我拼了命的去点啊 连续打完8发大概需要1.97秒 而AA12连续打完8发需要1.85秒啊 这么一看 AA12的整体射速是要比S12K快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S12K想要达到我这种测试速度啊 必须得疯狂的去点点点点点点 实战里哪有AA12的拳子都按着爽啊 还没完啊兄弟们 最愧着就这把枪的伤害设计 我觉得光光真是动了脑筋的 首先我们知道 S12K经过之前的削弱 现在伤害衰减特别大 3米就开始衰减 13米就会衰减5点左右了 但是由于AA12本身弹丸伤害就比S12K低很多 所以设计的是 AA12距离大概13米左右 才开始衰减1点伤害 都20米了 还是只衰减1点 所以AA12的伤害衰减系数极低 但是线弹枪又不可能定义为一把中远距离武器 所以AA12的弹丸伞步又非常的大 对比下S12K和AA12的伞步非常明显吧 比如这里20米左右的距离 我用S12K可能单次都还能命中5颗弹丸 大家看看这个挑的伤害啊 但如果用AA12呢 一般就命中2颗弹丸 甚至有时候就命中1颗 所以这把枪中远距离 比现在虚恶后的S12K都还要弱很多 因此虽然AA12的伤害衰减低 但伞步大的特点 又强行将它拉回近战线弹枪的行列 光光的射波连环设计我真的挺佩服的 它并不会成为又一把老版S12K 但又会给游戏带去更丰富的作战体验 毕竟你们看车喷起来有多爽 谁不想上手操作一下啊